龙竹超,加斯40年前就打不赢巴达克,凭啥还想挑战弗利萨? 龙竹超70期画漫画中,由于格兰爷爷的到来,听他说完当年的真相之后,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惊讶,不过格兰现在知道是因为自己把救命恩人坑了,甚至导致自己母亲死了,并且还憎恨救命恩人的儿子。 现在就差没数一数他恩人的儿子救了宇宙多少次了,面对这么尴尬的局面,格兰会如何做呢? 另一方面,西塔这伙人也开始动手了,他们也想抢龙竹,不过有趣的是,在40年前,加斯就打不赢巴达克,现在他哪里来的自信去挑战弗利萨呢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加斯40年前就败给巴达克,他想打弗利萨是不是过于自傲了? 曾经西塔一群人,也是弗利萨的手下,他们为弗利萨干活,赚钱一定的费用,耐贿的他们只能被弗利萨压迫,却又不敢动手,原因是实力问题。 当年的弗利萨可以说是承拔一方的霸主,没有人敢跟他对抗,只是悟空这个愣头青不怕死,硬是把弗利萨拉下神坛,自刺西塔等人就解放了,自律门户,成为了宇宙最大的刺头。 而当年加斯就跟巴达克动过手,加斯显然就不是巴达克的对手,虽然那时候的加斯可能年纪还小,也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,所以输给巴达克就很正常了。 但是,现在的加斯也未必是弗利萨的对手吧,他不管再怎么强,也不可能超过弗利萨的,因为大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,可弗利萨毕竟是有天赋的人,加斯显然不如他。 加斯多少是有一些自傲了,甚至目中无人,看不起现在的弗利萨,他是早也会吃蝶的,在他眼前就有两位人物让他无法超越,一个是悟空,一个是贝吉塔。 除非他也跟格兰一样,可以虐超兰贝吉塔和吉异宫的悟空,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战力就笨了,毕竟悟空等人都已经是超神领域,加斯能打败他们,说明加斯也是什么了。 02. 弗利萨可是曾经的王 02. 弗利萨可是曾经的王 02. 弗利萨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弗利萨,都觉得弗利萨好欺负的样子,而实际上他们都忘记了弗利萨可是曾经的宇宙之王啊,他们到现在还对标占L53W的大王, 02. 并且还不一定能打赢,就这样还能当这种的boss,那就真的太扯淡了,摩罗虽然是靠吸收,好歹背景也是千万年前的老怪物,出身跟布欧一个级别,那加斯没有背景,是个小屁孩啊,能有什么夸张的表现呢? 02. 好不如犹豫地说,一个大王估计就能让稀卡的人再次吃饼,可能还会陷入当年的那种绝望气氛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。